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中秋晚会却引发了一场争议 因为有人质疑为什么那英能够登上舞台 而刀狼却没有机会呢 那英和刀狼都是中国流行音乐界的资深歌手 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和特色 也各有各的粉丝群体 那英以其高亢的嗓音和感性的演绎 被誉为天后 他曾经参与过多次央视春节晚会和其他重大活动的演出 也是中国好声音的常驻导师之一 刀狼则以其低沉的嗓音和深刻的歌词 被称为民间歌手 他曾经凭借2002年的第一长学等歌曲走红全国 也曾经在2012年登上过央视春节晚会的舞台 近期 刀狼又因为一首新歌《罗刹海时》而再次引起了关注 这首歌被认为是对当下社会现象的讽刺和揭露 也被部分网友解读为对那英 汪峰 杨坤 高晓松等歌手的挑衅 这导致了刀狼和那英之间的粉丝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攻击 刀狼的粉丝认为那英是一个有问题的艺人 不配站在中国流行音乐顶尖位置 也不配参加央视中秋晚会 而那英的粉丝则认为刀狼是一个炒作之人 没有实力和水平 只会靠住争议来吸引眼球 我认为 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和必要的 首先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艺人的个性和选择 那英和刀狼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表达方式 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他们都有自己的成就和贡献 我们不能因为喜欢一个艺人就去否定另一个艺人 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一个艺人就去攻击另一个艺人 我们应该用公正和客观的眼光来评价每一个艺人的作品和表现 其次 我们要理解每一个活动的主办方和策划方的考量和安排 央视中秋晚会作为一档重要的文化节目 肯定会根据节目主题 观众需求 市场反馈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邀请哪些歌手来表演 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歌手就去质疑节目组的选择和决定 我们应该尊重节目组的专业和权威 也应该相信节目组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和有意义的节目 最后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艺人的努力和付出 那英和刀狼都是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优秀代表 他们都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都经历了风风雨雨 都付出了汗水和泪水 都有助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们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 也都值得我们的欣赏和鼓励 我们应该用心去聆听每一首歌 用爱去感受每一次演出 用理智去看待每一次争议 总之 那英能登上央视中秋晚会 刀狼为什么不行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必问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知道 那英和刀狼都是我们的音乐偶像 都是我们的音乐老师 都是我们的音乐朋友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也应该为他们祝福和祈祷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